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前一段时间还把我儿子的一件衣服扔在康康的窝里头 我希望他熟悉他的味道 但是呢就是康康对陌生人是很抵触的 尤其是这个沙发是他的据点 所以就是他不希望他不喜欢或者不熟悉的人靠近他 所以今天我儿子我让他抱着康康一起在这个沙发上呢 康康倒是老是他不动 但是后来很快的就跳下来了 基本上来说就是只有我是被允许坐在这个沙发上的 只要有别人在我坐在沙发上的时候靠近 康康就会咆哮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他是在保护妈妈 希望就是不会被陌生人靠近骚扰到 其实康康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 刚才我让我儿子躺在床上睡 康康一开始很不习惯也是对着他大叫 希望能把他赶走 但是我坚持了一下然后也批评了康康 我叫他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还是一家人是吧 那现在他比较接受 他应该是无可奈何的接受了 希望就是明天早上他能再稍微习惯一下 那么下周这样再过几周多这样几次 他应该就会至少他不会认为他是一个陌生人 这样的话就接受起来就很好了 看一下康康这个小可怜样 对哥哥睡在他这个头上非常的无可奈何 来吧宝宝来 到妈妈这儿 对的 好的小乖乖乖了 乖了 哎呀 你真是乖的 小可怜 妈妈好喜欢是不是 谁最喜欢 妈妈最喜欢你 是吗 哎 现在抱着他吧 他两个耳朵都是这样趴下来的 其实他不是说就是特别的开心的这种顺从 就是他的这个顺从他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 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把他一个人留给了哥哥 所以他这种是很委屈的 所以妈妈一抱他就马上这个耳朵就趴下来了 就这种就是小朋友的这种小小小宝宝的这种委屈 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体会到就是说即使是跟哥哥在一起 那么他是不是会被伤害到的 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爱他的 虽然哥哥也没有跟他很熟悉 是吧 昨天被强行再跟哥哥一起社交了一下 这个sleepover其实早上起来他是还是看到他他还是有点抗拒的 但是没有叫就是他只能他可能已经认清楚了 就是只能默默的接受 我觉得时间长了应该是会好 毕竟就是家里也是有哥哥的味道 他只是就是这样跟哥哥这么近的距离接触是不是很习惯 现在看起来就是他情绪还是比较稳定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当然就这样的sleepover前提条件是要让他稍微熟悉 比如说剪支架的这个钳子 也是当他先玩 玩的他很熟悉了 他就剪支架的时候不会害怕 他看到这个东西不会害怕 因为第一周的时候我吸了个尘 他可能从来没有就是看到过 吓坏了 然后藏在那个墙角 就是一动不动 就那种就是他叫强制状态 就是这样 那现在就是我尽量不吸尘 然后有的时候会让他在吸尘器边上玩 包括就是楼下车库的声音响啊 他都会先藏起来 田园狗的领地意识特别的强 那么不熟悉的人 或者是他不喜欢的人 侵入到他这个领地 他这种就是恐惧感或者是反击的意识 就马上就会占上风 所以一定是要有耐心 让他自己慢慢地出来 然后慢慢地接受 包括他对一个小玩具的接受也是这样 好了 今天介绍了康康跟哥哥的sleep over 如果你希望继续能看到关于康康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一起按下小铃铛 大家一起来关注康康的成长 谢谢